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3集 无耻啊 这世间居然还有这么无耻的人 天哪天哪天哪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家伙 不行了 我要不行了 我要去掐死他呀 别拦着我 这白小春太可恶了 他居然无耻到这种境界 四周众人全部抓狂 一个个怒吼震天 甚至很多人的眼睛都红了 尤其是刘大彪 此刻逃了回来 腿都在发抖啊 眼泪在眼圈里的一幕 让人看了更是通情啊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内门弟子的不接 去接外门弟子的挑战 这也罢了 可白小春你挑软柿子你 也不能挑这么软的呀 来战我呀 我成好第一天就挑战你了 来呀来呀 那些内门弟子也都气疯了 怒视白小春 吼声惊天动地 远处 公孙兄妹以及徐松 也都快速赶来 知道了缘由后 纷纷倒吸口气 露出震惊 很快就纷纷怒斥 尤其是快速来临的北寒烈 更是阳天大吼 白小春 我要向你挑战 这些吼声融在一起 超过了雷霆 直接在北岸四周传遍 使得无数外门弟子心惊 直奔此地 而内门弟子也都睁大了眼 急速来临 随着一声声挑战的声音传出 数百的纸鹤 从这失恋台上凝聚出现 刷刷刷的直奔白小春 眨眼就落了一地 险些将他淹没 这一幕 北岸多少年来 从没有过 这几乎是所有弟子的狂怒 使得北岸四个长座 都倒吸口气 连同大量的长老 瞬间来临 出现在了半空 目瞪口呆的望着这里 可偏偏他们想了好久 也没想到 白小春到底触犯了什么门规 尤其是那个老玉 更是睁大了眼 呆呆的望着失恋台上的白小春 他的确没触犯门规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规则 眼看这四周的纸壳飞来的越来越多 四周众人怒火分天 白小春也怒了 他很是无辜 他坚定的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违反门规 又不是他去挑战别人 别人来挑战他的 他只不过是接战了而已 此刻听到众人都在喊着要战自己 白小春眼睛一等 大吼了一声 你们太欺负人了 好好好 这是你们逼我的 白小春怒视众人 右手抬起一挥 哗哗指声传出 他从厨袋内赫然取出了五千多指贺 都是这段日子他收到的战书 其中有一千多是之前来的时候 刚刚收到的 四周众人也都安静下来 一个个盯着白小春 里面的那门弟子都摩拳祸祸 随时准备出战 至于外门弟子也都怒火燃烧 尤其是之前冲动了 跟随刘大彪一起 发出挑战的那一千来人 此刻又是愤怒 又是忐忑 就在这种众人怒目等待时 白小春心敌愤愤的 目光扫过那些指贺 从里边选择了一个 宁气五层的外门弟子 直接拿起 偶然开口 就你了 我接受你的挑战 随着白小春的话语传出 瞬间四周的人群里 一个外门弟子身影消失 被自动的传送到了试炼台上 这外门弟子是个少年 此刻颤抖 害怕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连连后退 我 我认输 四周众人 再次呆了一下 无数人只觉得眼前发黑 他们发现 永远不要去判断白小春 无耻的底线所在 我又杀了他 白小春 这一次你走不出去 除非是站稳所有人 否则的话 此事没完 这种无耻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天哪 天哪 你降下一道鲜雷 劈死他吧 白小春更生气了 心底恼火 眼看这四周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疯狂 我白小春 从南岸孤苦伶仃来到北岸 一直夹着的尾巴做人 谁都不敢去得罪 你们如此逼我 我 我和你们拼了 白小春眼睛都红了 他一咬牙 又拿出一个 宁起五层的纸盒 刷的一下 一个外门弟子出现在白小春的眼前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赶紧的高呼认输 白小春冷哼一声 再次取出一个指贺 很快的 在四周众人越来越愤怒的嘶吼下 白小春 一个又一个接受外门弟子曾经的挑战 那些外门弟子全部都颤抖腿软 可一是主动发起者不可取消 只能带着眼泪快速认输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贡献点 到了白小春那里 认输以后 回到人群内 这些人的怒吼要比其他人强烈太多太多了 一方面带着对白小春的愤怒 一方面则是心疼贡献点 而白小春这儿 贡献点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疯狂的增加 到了最后 他自己看的都触目惊息 一天的时间 对于北岸之前冲动的那一千多外门弟子而言 是一场浩劫呀 这场浩劫里 白小春化身大魔头 首个贡献点 白小春也发了狠 一千多外门弟子 他生生的用了三天时间才全部占完 尽管没有斗法 哪怕一次 可这不断的取出纸贺 也让白小春觉得手臂都算了 而四周的北岸弟子 他们的疯狂 哪怕嗓子都哑了 也依旧强烈 且越来越惊心动魄 甚至执法堂都不得不出现笼罩四周 一个个无奈的看着白小春的同时 也在警惕 担心这前所未有的事情 引起了北岸弟子的暴乱了 四风掌座早已触目惊心 不敢离去 在这里作为震慑 彼此目光对望 都看到了各自的无奈与震撼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这白小春 难怪南岸把他送来这里啊 他一个人就可以毁灭一个宗门呢 偏偏他还没有触犯门规 三天后 白小春晃了晃手臂 冷哼了一声 站在室殿台上 他已将所有的外门底子 全部站完 他也看出了 四周这数万人 不会让自己这么离去的 既然如此啊 那就别怪我了 白小春沉默片刻 忽然笑了 这一刻 他的身上 没有了以往的谨慎小心 而是出现了 与洛辰家族一站时的铁絮 在四周众人的疯狂赤目下 他选择了一个内门弟子 开始接受挑战 这一刻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 看着室殿台 很快的 一道身影出现 那身影是个瘦高的青年 刚一出现 就扬天打笑 白小春 今天我 轰的一声 这瘦高青年话还没有说完 白小春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拳落下 这瘦高青年睁大了眼 身体瞬间被震的飞起 撞在了失恋台的防护光幕上 直接混了过去 四周众人全部睁大眼 倒吸口气时 白小春神色平静 取出了第二个内门弟子的指贺 很快的 那第二个到来的内门弟子 也在眨眼之间就被一拳轰晕后 白小春拿出了第三个 一天的时间 他一共接受了一百个内门弟子的指贺挑战 这一百人都是拧起八层的修为 可任何一个在白小春的面前都只是一拳 黄昏时 白小春结束了选择 盘戏坐下 在这失恋台上打坐 四周的众人将他团团围住 那目光带着愤愤 就好像白小春他敢离开 他们会全力阻挡 第二天清晨 白小春睁开眼 神色如常 取出指贺 继续接受挑战 一样是一百人 一样是每个人 只是一拳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直至过去了二十天 整整二十天的时间 白小春接受了两千内门弟子的挑战 全部都是拧起八层 全部都是一拳轰去 没有一个能有资格让他出第二拳 这一幕 虽有一定的威慑 可却没有让北安弟子沉默 一个个看向白小春时 依旧是怒目 可紧接着 在白小春平静的继续接受挑战中 又过去了二十天 这二十天出现的 不再全部是宁气八层 而是有了不少宁气九层 可很快的 所有人都骇然的发现 白小春已经强喊到了 哪怕是宁气九层 两拳之下 必定轰得昏迷过去 甚至有一些都喷出鲜血 这一幕立刻撼动了四周北安弟子 使得他们渐渐沉默下来 尤其是公孙兄妹 以及徐松的出现 还有北韩力的出手 这四大天骄 居然在白小春的面前 也仅仅是十拳而已 北韩力无法置信 他的落日局 竟在白小春的面前不堪一击 公孙兄妹彻底震撼了 他们以为 自己在天交战后的成长速度 已经很快 可此刻却发现 白小春的成长 比他们还要快 甚至快了太多了 徐松苦涩 看着白小春 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鬼牙 那种恐怖的强悍 足以让一切同辈之人绝望 十拳之下 轰杀一切 毕竟白小春的肉身 已经是触摸到了身体 第一层的桎梏 这种境界 换了其他人 需要不死筋疲大成 又或是龙象画海 心境巅峰 才可以达到 而白小春 虽是不死银匹大成 可配合龙象画海经 重叠之下 提前达到 这种强悍 已经是做到了 筑基之下 真正的无敌 当这四大天交败露的一刻 四周所有北安弟子 全部沉默 看向白小春时 前所未有的复杂 渐渐的 尽管愤怒依旧 可却心服口服 修真结 尊敬强者 白小春 以这恐怖的 让人绝望的实力 在这一刻 征服了所有北安弟子 虽还是公敌 可确实让人竞争 希望超越的公敌 不知是谁先动的 很快的 失恋台外 此地众人 让开了一条道路 通向了 百兽院的道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